带阿嬷出去玩 但只留驾驶座给他 阿嬷会有什么反应呢 网友Jason这天带阿嬷出去玩 于是就二整弹一下空出驾驶座给他 而阿嬷首先打开副驾车门间有人 于是就绕一圈想坐后面的位置 结果除了驾驶座以外其他都坐满人 让阿嬷无奈到直接上车坐驾驶座 有趣的互动让网友笑翻 所以阿嬷有开车带你们出去玩吗 当然没有阿行车平安我 阿嬷如果真的开车 你们真的会下烂耶 我会跳车 我想问一下 谁在我家电池炉上身体重啊 体重急在这里 啊 啊 我没有讲述你 这天孙子发现 放在地上的电池炉上出现了脚印 于是就怀疑有人物把电池炉当成体重机 当他把目光转向阿嬷时 阿嬷就露出了心虚的表情 我没讲述你 当我用阿嬷电话回答阿嬷 睡到几点啊 我要起来 每天睡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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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 你不用起来咯 喂 就跟狗狗一样啊 不用收啊 房间不用收哦 我帮你收哈 收个收 你躲在家 不会出去走走 你没讲狗出去哦 不会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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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来假装放油枕我阿嬷 你先来假装放油枕我阿嬷 对不对 你怎么打不打呢 那这样子 还是这样子的 有点点点 有点跳沙 因为你还要放我家里 对啊 知道了 今天来假装放油枕我阿嬷 今天来假装放油枕我阿嬷 现在 这是卵子 你现在还可以吃 因为你先点脚调 好像跳伤 i know you